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我是阮木花 上周美国十年期国债值率收在0.69上升了五个基点 两年期来到0.16 最近美国国债值率有在往上走高的态势 反映了市场资金从再流向股的这样方向 当然也可能是反映就未来大家对通膨的预期了 同时美国非常有可能会在明年变成负利率 这礼拜鲍尔要公开的有演讲 所以说大家可以注意鲍尔的说法 资商所CME 他的资商所的美国联邦期货 美国联邦基金期货 就非方瑞的期货了 在上个礼拜四 就以这个2021年明年1月的合约价 在上周四曾经升破100点 升破100点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市场预期 明年1月的时候 美国联邦会会采取负利率的政策 也就是说把利率降到0.0 还不止 还要变成是negative的变成负利率 另外美元指数上周全周升了0.7% 收在99.75% 欧元则是扁了1%多 英镑也扁0.67% 台币上周扁0.34% 刚好扁一角到29.902% 人民币则是扁了0.18%的幅度 台币今天收升4.1分 收在29.861% 另外刚刚有谈到就是说 美国可能对中国大陆要采取 更进一步的科技的紧缩 跟所谓科技战 今天有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说白宫优星 对台湾半导体的依赖 所以点名台积电要到美国去建晶片厂 而且苹果有涉入 但台积电今天倒是发了声明说 到目前没有具体到美国设厂的计划 不过华尔街日报讲到说 美国政府正在跟台积电还有英特尔 等多家半导体企业讨论 在美国新建晶片工厂 就半导体代工厂的情势 台积电是否认的 不过我是觉得这是应该迟早的事情 美国一定会逼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的 至于什么时候会成型 现在目前大家不知道 但台积电能抵抗就是尽量抵抗 因为毕竟到美国去设厂 这成本非常的高 对台积电可能来讲 在股东权益上面可能是比较不利的 不过形势比人强 很多事情也很难讲 今天这个行情持续的推升 但个别股票波动非常的大 今天比较强势的股票 属IC设计族群 尤其是高价IC设计族群 像希利KY创了历史新高股价 普瑞KY占上了800块钱 也是创历史新高 另外翔硕今天股价表现也不错 虽然没有创新高 但是也出现了明显的6%的上涨 唯独就信华今天稍微拉回 但是跌幅也不大 这个是一个强势族群 但弱势族群是什么呢 延续上周五大跌的防疫生计股 今天好多党继续跌停板 继续跌停板 像是台康生 宝林傅景 康纳湘 热印 美德一都跌停所死 这样子的两端的极端的一个行情 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看待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大华国际证券投顾的 阮惠子分析师 阮老师你好 阮老师你好 阮老师 好 那今天盘面上面很极端了 那您怎么看这个行情的发展 因为行情 这边的话 今天的话就重新又回到年线这边 那么 之前大家在看季线的时候 其实季线其实手蛮稳的 那就在5月4号的时候 碰一下之后就慢慢往上 所以这本就在反映上次讲到的 就是说再过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会从高点往下扣 所以显然那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压力 那么今天其实收在11013 那今天其实也是创新高 因为上次4月30号的时候 收盘是11992 那高点是11012 然后所以的话今天来说的话 不管高点或收盘点 其实都是创新高的 不过它的走势在最近比较慢一点点 就是说在今天之前的话呢 几乎每天都是没有涨很多 应该算是小涨 大跌一天之后再慢慢把它爬回来 那我想就是说第一个 从产业角度来看的话 那第一个就是说 之前讲说现在在反映5、6月的付诸 那所以它这一段确实也是照这样走 只是说它因为毕竟走一段上来 所以速度会慢一点点 因为现在就是你反映复苏之后 现在就在等待接下来订单回流的讯息 所以这一段时间里面 应该是一个比较像是 税步往上的这种走法 那上档的话半年线还是有点压力 但是下档10日线也就有支撑 所以我觉得它短线上 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 不过趋势还是往上面走 只是说因为现在大家要等待 复苏以后的整个订单回流的讯息 那这讯息也不会马上就出来 所以才会造成它可能会慢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它的订单回流潮 应该是要到6月份才会比较清楚 6月中旬以后 那个订单回流潮才会清楚 所以在这边的话短线上 可能就是慢慢往上面税步点高 不过日K又是又交叉了 那么我觉得比较注意的 可以注意的地方是在月K 我们上次有讲过 就是说因为周K百就往上 那季线它虽然是下弯的季线 但是它不久之后 它也会从高点开始往下扣 所以的话这样的格局 如果它维持在这里的话 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带动月KD往上 因为现在月KD其实已经开始勾角了 然后所以如果能够维持在这边 一段时间的话 那不排除就有机会会变回升 所以用这样来看的话 应该就是选谷跟操作的问题 但选谷上说现在就是一个 也是比较没有这么简单的问题 因为重点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现在在等待进一步的讯息 所以你会看到 有很多电子还是走得慢 走得慢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除了一些高价的股票之外 因为高价股票大部分 都是有特定的执行 也不是一般的散户投资朋友在做的 对啊一张股票80万100万的 怎么买啊 大家可能买一张就 80万可能是两年的薪水 对不对 有些出入社会的话 可能是两年的薪水 对啊 所以的话 因为这个资金来源是比较特别 是比较法人会做的 但是大部分的电子就很慢 或是大户 对啊 大户比较喜欢 他们喜欢这种股票 然后那其他的电子 大部分都走得很慢 你会发现说 像今天mini OED也有讯息 但是今天大部分也就开高走低 金电就下跌六毛啊 对 收三九啊 对今天金电是几乎收在最低 对啊 那龙达 龙达今天的话比较好一点 收台算相对高 那惠特是指标 惠特这波也是弹得很厉害 对啊 但是连续拉了好几天 因为它本来就是mini OED最受惠的啦 我觉得是最受惠的股票 不过因为连续涨几天 所以今天也是有低太高走低 所以的话呢 现在变成在电子这边的操作就是 要比较低阶 就是说你可能不能在乖低太高的时候下去买 等它靠近群衔一点再来 可是你看到像那个希力KY 它也不拉回 它一路创新高啊 这种高架 他们两个是人被吸哀的啊 希力跟8454的富邦梅 可是富邦梅今天中跌啊 所以其实希力就也先是不要费了 应该是说 因为他们两个来讲 在高架股里面也算皮液比较高的啊 对 所以的话呢 那今天的话富邦梅 因为富邦梅营收公布出来是 好像没有非常的强 因为他今天营收有公告嘛 那营收的话 是算是创了同期的新高没错 但是比上个月是衰退了七个百分点 那所以的话呢 那这两个就是比价嘛 比价MACI 那如果是市值 长太多了啦 对啦 长到快 长到天上去了 500多块 对 不过如果纯粹讲这个题材的话 希力应该它市值比较高 比较有机会进去 不过我觉得基本上两个都长比较多 所以还是稍微有拉回收 这些会比较好 那么再来的话就是维影 今天的市创新高 那维影 其实前阵子大家一直有觉得说 伺服器这边 是不是会稍微停顿一下 不过最近的话 因为都还是有一些 大厂要去加码这个建设的消息 那维影其实它的获利跟营收 也都表现比预期强 所以今天的话就直接上来创新高 然后那至于其他的话 像是5274的信华 那信华的话今天是创新高 但是也稍微震荡一下 不过信华这边的筹码的话 看起来 反而投信这边是 一直有一些减码的迹象 所以的话短线上 我想应该要拉回到至少五日线吧 那个地方再看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的话呢 这是高价电子啦 那其他电子就是走得很慢 今天敦泰跌停板 这也蛮伤的 因为上个礼拜敦泰很热门 股价又明显冲高 而且成交量都非常的大 对今天就是外资大卖嘛 不过其实这应该假外资吧 有一部分假外资 因为一个本土券商 今天成交两万三千张 外资卖超一千 四千多张 四千多吧 四千多对 四五嘛 还要卖四千多张 等于说被外资惯的啦 对对对 一部分是假外资啦 那这简直 减资30% 减资三成 然后还要发 这个0.5元的股利 总共退还股东3.5元 照我来讲 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利空啊 为什么会打成这样子呢 但一方面 它的营收上面来说 也没有很理想嘛 对不对 就是四月份的营收 也是下去的嘛 那加上它第一季的话 看起来 第一季的数字看起来 也还好啦 就是也不会到 非常非常强的程度 所以的话 一方面来讲的话 这一类型的股票 其实应该这样讲啦 它前面的上来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是短线的 短线的一些短线客进去的啦 因为我刚刚讲 它那个筹码里面 有一些外资 有一些不是真的外资 就是说是属于 假外资的部分进去的 所以的话 像这种的话 我觉得是短线客当时就是 可能是借着这个题材上面 稍微拉高了一下 那结果这一出来之后 反而就全部都出来了 所以的话 是基本上来讲 因为它这个结盟神盾 这个讲起来 这个话就长了 因为神盾自己来讲 都还没有非常的稳定嘛 所以你这个跟神盾结合起来 要开发的话 要发现下世代的技术 虽然说这是一个长线题材啦 但是下世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嘛 对啦 所以的话 我觉得短线上应该就先休息 他们说 他们说年底 神盾跟敦探的三合一晶片就要出来 讲的展厅节铁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 应该已经开发很久了 应该不是说现在目前才结合的 应该他们只是现在宣布 可是他们已经开始 默默在开发 已经一段时间 不然他们怎么能 怎么敢讲说 年底三合一晶片要出来呢 对啊 如果没出来的话 哇这个是 这个就对神盾跟敦台来讲 幸运上会大伤耶 对这个当然 他一定是合作一段时间了嘛 然后再加上他事实上 这次董监改选里面 也是要改嘛 所以像这种合作的话 都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啦 这一定 对只是说这块里面来讲的话 那毕竟这个新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以下来看 因为一方面手机 现在也没有非常强嘛 对不对 那所以的话呢 现在也还不是手机 真的上来的时候啦 那所以你这个属于全屏值 全屏的这个控制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其实就神盾自己也不是很强嘛 那手机这个族群的话 应该真的买一点是要到 第二季尾巴吧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短线上 当然题材是有啦 但是你要看到效果还没这么快嘛 所以不过现在电子本来就这样啦 很多电子都走得很慢啊 你看像是国具今天的话 它是涨的嘛 对啊 但是国具你看它的走法就是 涨两天停三天啊 所以很多电子股都是这样 虽然它是慢慢往上啦 但是呢 这个走法它速度就是比较慢 所以这就反映这个题材 所以反过来讲防疫 就最近的话 这两天礼拜五跌嘛 那今天也跌嘛 不过今天防疫股 开始就有一些 开始慢慢拉起来了 因为防疫股的话 你看像 有些今天拉很长下影线啊 比如说1762中华生 中华生今天从50块7毛钱 拉到之后 说话的时候是58块 是 然后国王生 那么最低36块7 还一度拉到涨停 然后的话 口罩这边的话 高端今天也拉满场上 下影线的 高端 对它拉到盘上 再拉回来这样子 然后呢 恒大 恒大的话 今天 小跌 对本来快跌停 拉到平盘 然后这个收盘 是0.3块钱 然后 闽城 闽城4431 那今天其实也拉下影线 最低1795 所以这类股指纹了吗 我觉得差不多快指纹了 对 因为你这样讲 其实像我们举例来说 比方以恒大来讲 它已经拉回第10天了 然后那么瑞基 瑞基的话呢 今天也拉很长的下影线 这样讲 其实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 加拿大 加拿大这边的话 就是说 因为之前跟大陆买口罩 那因为品质在是很不优 所以的话就不能用 所以的话就是说 要跟台湾订购1000万片 医疗用的口罩 所以的话 最近大陆的口罩股 再拉回 不过台湾的口罩股 我觉得应该是收回 因为大陆品质 实在是很不怎么样 加上我们这次防疫做的 还不错 然后我们的品质也做得蛮好的 所以其实这样讲 就那个族群里面 因为他们后面数字 还是蛮漂亮的 因为以目前来看的话 像是闽城 四次三一闽城的话 闽城的话 营收比上个月增加了32% 然后恒大增加了20% 然后那你那数字看起来的话 像闽城这样算起来 它的三月份的这个 最后净利 净利率可能已经到20几%了 这跟前面仓道非常多 那四月份应该两个都 接下来就是五月份 应该两个的营收都还会再上去 因为他们 要注意到就是说 第一个他们涨价 那现在的话 我上次讲过 其他涨价也涨蛮多的 那是国内的价钱 然后那国外的价钱的话 涨更多 所以如果开放出口的话 当然那个价钱就完全不一样 那再来还有一点就是 他们股本都很小 因为像闽城 闽城的话股本只有两亿 然后你看恒大股本的话 恒大股本人家也才八亿多 所以的话这个 像闽城你算两千万就一块 那恒大也是 你的八千万就一块钱 所以在一涨价起来的话 那个速度上来的话 会让EPS跳得很快 所以我觉得 他们基本上有这种数字支撑的 我觉得下档应该 那就洗很快 洗个几天之后 那么把短线客洗掉 跟一些符合洗掉之后 应该往上 我觉得应该这两天就会反弹 因为有一些东西 你看像是瑞基 今天瑞基 早上的时候也是在跌停 收款的时候涨两块钱 所以它今天是拉了22块起来 那瑞基的话 你看它营收 4月的营收是八千零八十八万 那瑞基是55% YY是191% 然后它4月开始 检测四季已经开始出货 那它这个东西 它现在4月份大概是出七万季 但是它5月要扩长到15万季 因为它现在是完全公不应求 然后4月才刚开始出货 也就出了七万季 一季出十美金 然后5月要扩到15万季 6月要扩到30万季 然后接下来可能要导入自动化 导入自动化的话 可能还会超过30万季 所以你如果从4月的七万季去算 到6月的话这是四倍 等于7到15 15到30 然后价格是10美金 现在要涨价到15到20美金 所以这种的话 就我觉得它会 还会再往上涨 因为你看它这种 比方说我们来看它的这个 股本就是4亿 对不对 那股本就是4亿的时候 它的毛利本来就是很高的毛利 它的毛利是长期都是七成以上 那有时候 因为它有时候是出那个检测机子 有时候是出试剂 它出东西不太一样 那东西当然毛利有高有低 稍微有差一点 可是它毛利最低都有七成以上 那高的时候 有曾经高到95%的毛利率 看到多可怕的毛利率 所以像这种毛利率 它的试剂的时候 我刚刚讲 你从7万季要变15万季 再变30万季 然后涨价从10美金 涨到15美金 单单是这样涨的话 对这个4亿5本的获利 就会贡献非常可观 因为我大概算了一下这样 如果费用不变的话 税前4月份 可能就快一块钱了 当然它税比较高 可是你5月份 如果再变15万季 那这个数字 还需要涨价的话 这个数字算起来是相当强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话 可能不会有太多低点 我觉得可能今天 就已经交代完了 那其实这个要创新高 因为它明天是 最后一天关门 后天解禁 所以因为防疫股 最近很多人关门 所以他们盘中震荡也很大 但是我觉得 有数字的基本上 都很容易在创新高 那当然今天还有保龄跌停 保龄 其实我觉得它的跌停 第一天当然是跌停 因为这个消息来得有点突兀起来 不过如果你从时间来算的话 其实也不是很过分 因为保龄从宋这个宋审 就是申请这个TFDA 到礼拜五 它宣布这个消息 其实它大概只有经过两个多礼拜 当时瑞基在送件的时候 大概一个月 全部通过 其实瑞基中间也有补件 那它整个完成以后 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等到它通过之后 后来它四月初通过的 四月初通过以后 股价上来的时候就涨一倍多 那我觉得保龄 这一两天洗完之后 它的东西还是值得大家去看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东西 其实保龄这两个东西 它那天没有过的那个飞鹊 那个是我们国内三家公司去做的 那个就是他们的快赛试剂 那保龄其实还有一个 是中研院的试剂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中研院试剂当然是 我们国家寄存的 这是国家的品质保证 那这我觉得是没什么话讲 那另外飞鹊那个东西 其实它只是资料不足 就是资料没有付齐 那应该就是要补件 所以其实当时瑞基也是有补过件 只是说 所以它整个时间是一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接近一个月 那以保龄以这才两个礼拜 两个多礼拜 中间要补件 其实也很正常 那我觉得以它补件来讲的话 后面来说还是 大家可以去注意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这种检测 像刚刚讲的那个瑞基的 他们检测 瑞基的那个检测它是核酸检测 那核酸检测它时间比较长 就一般是四小时 那我们瑞基算很厉害 它是做八十五分钟做出来 所以它那个东西的话就是 它一半开始以后就出货就是大增 所以我说它四月份出的量 刚刚要讲嘛 到五月份它现在就订单供布应求 但是保龄那个东西 它做的是这种抗原的快塞 就只要10到15分钟 那国外其实现在在做这种快塞的 他们都是用血清抗体 血清抗体虽然时间一样快 可是它其实在初期的没有办法检测 所以保龄的这东西它10到15分钟 然后但是它是用抗原快塞的话 它是初期就可以检测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的梦是在哪 这东西是梦在就是说 像现在有一些机场在开放 以后陆陆续续要开放的时候 你不可能叫人家等好几个小时嘛 对不对 所以以后如果说要大量 就是你渐渐的开放 要大量塞减 这种很快速的东西 其实它的应用性就会很大 所以我觉得以保龄来说 它因为有做一点点的流感快塞 它流感快塞的毛利率也是八成以上 所以这个东西它一旦过开始的时候 那个获利我觉得也会上来很快 而且市场的梦其实也很大 只是说我觉得短期反正它就不见嘛 那不见的话 照这个讲法的话 它就是东西付不够啦 那其实我觉得补齐就好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 当然它也涨多啦 那第一天出来一定是这样子 第一天 因为第一天 大家不管3721就是先卖嘛 我先挂挂看嘛 我又挂到我就挂到了 对不对 大家都挂挂看 你就会看到我也卖一大堆 但事实上我是觉得 第二天就不见得会这样子 那应该一两天我觉得就止跌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防疫还是可以注意 那再来就是电子服里面有一些 还有一些就是最近营收公布的一些非电子 非电子的话 像是Follow一下栗珊好了 栗珊的营收 4月是4.94 比上个月成长8% 那么5月份营收可能就会往10亿走 所以营收会很强 那四季缸 四季缸4月份比上月小一点点 少了6%左右 这个是4月份的营收 它有一部分要定延到5月 所以5月的营收也会往11重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4月还好 但是5月会大好的 这种也觉得也是大家最近可以去注意的 这两档今天都拉回了 对今天都拉回 因为他们4月都没很强 但是其实5月都很强 所以因为4月公布完了 接下来就会准备去 慢慢去反应5月的营收 所以5月好的像是这个 然后还有包括像是加登 加登4月还不错 5月会更强 那4月的年正已经92% 那月正是22% 那5月开始是正式放量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 就是大家都可以特别注意 所以现在重点就是 就是选股不选市 应该这样讲 所以操作上还是有操作的技巧 好的 这个指数慢慢在 指数明显在推升 不是慢慢在推升 成交量看起来上柜的量 非常的足够 所以在上柜市场上面 蛮多股票活蹦乱跳 但刚刚老师也要讲 说这个基本上也要注意 个股的高低的股价位置 以及这个波动的风险 选股不选市 提供提供没有参考 等一下我们广告期间 会有咨询电话 我们非常谢谢软会直飞医师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酒吧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蓝木华 今天台积电收盘涨了三块半 股价表现还算不错了 刚刚有谈到 美国政府白宫正在要求 台积电要到美国设厂 这件事情 我看到大陆媒体 有进一步的报道 说两大晶片制造商 英特尔跟台积电 10号向路透社证实 美国政府正跟多家 半导体企业洽谈在美国制造晶片 开晶圆厂的这件事情 台积电的发言人高梦华 发表声明证实 正在跟美国商务部讨论 在美国建厂的事宜 但是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 台积电的发言人高梦华说 我们正在积极评估所有适合地点 包括美国 但是没有具体方案 我们看到台湾的媒体报道 比较保守 就是说台积电 现在目前没有具体方案 并没有讲说台积电 在跟美国商务部洽谈这件事情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在最新的消息部分 英特尔也证实了这个事情 所以说看起来这个事情 真的是有硬 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的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这也应该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应该也是迟早的事情了 好那台积电 在这一波的股市的反弹中 它的股价表现相对比较落后一点 那落后是不是有补涨的机会 我们赶快来请教 投家日报孙智雄总监 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直播 庆龙你好 沐华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股票 都已经领先创高了 但是台积电相对 感觉起来股价走势比较温吞一点 虽然说今天涨了三块半 会不会跟这种所谓美中贸易冲突有关系 或科技战 华为的事情有关系 首先先来讨论台积电 有没有可能去美国设厂 那其实台积电 其实在921大地震发生过后 其实曾经有一度到美国去设厂 那当时的考量是因为 毕竟台湾是位于所谓的地震带 所以大家知道 二十几年前的那个921大地震 确实会造成当时所有的这种 先进制程的半导体的厂商 进入到一个停滞的状态 所以他们为了想要分散风险 所以其实确实在当时 有将生产基地搬移到美国去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在美国设厂的一个成本相对较高 再加上良率一直拉不起来 所以其实也导致了后来台积电放弃了 美国设厂的一个准备 那重新再回来这一次说 台积电有没有可能再到美国去设厂 我个人的看法跟结论是不可能 这个结论是不可能的 那有几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当然是良率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整个群聚的效 在整个半导体的一个群聚的效益 其实已经在台湾已经形成非常的完整 就是所有的良率要能够拉上来 其实群聚的旁边的这些协力厂商的功用 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台积电不可能一个人过去 那不可能一个人过去的时候 整个半导体产业 其实在这种长达二三十年的 这种专业的分工之下 其实要整个搬迁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更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应该没有这么多钱 继续砸下去了 你看你光看其实台积电光是将先进制程 在台南要设置一个五奈米三奈米 已经砸下了预估应该会来到一兆台币的一个资金 去扩大它的资本支出 那其实如果到美国去设厂 它不可能设比较低阶的制程 所以这么高阶的制程 如果要过去的话 其实那个哪来的一兆元再继续投下去 而且在投一兆元下去其实它相关的市场的需求 有没有这么大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半导体这个东西 其实它比较不像是一般的很多的电子产品 它很多的生产制造 它要否市场 就是它如果比如说面板好了 面板它要否大陆的话 它基本上在那边生产的话 基本上会有一些运输成本的优势 或者是有一些 一些比较一些可能市场的一些考量 但是半导体这种东西 因为它的进入门槛很高 再加上它运输的成本其实很低 其实全世界一年会用到的晶片 大概几台777的飞机就可以再玩了 所以其实它并没有一定要否那个市场的一个状态 再加上台积电现在已经花了这么多钱 在台湾的台南再设置这个三奈米跟五奈米长期 它已经不可能有余裕再去美国设厂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最后的结果可能它会 我不知道会不会川普会不会祭出反制的动作 比如说如果台积电不到美国设厂 就禁止台积电的所代工的晶片进入到美国 这个答案应该也不可能 如果这个晶片全出来的话 伤的是台积电 背后更惨的是美国这些晶片大 这些NVD这些高通这些业者会死得更惨 我觉得美国一定会软硬都来了 就逼着台积电到最后一定要去 就是说你这边抵死不从 都不是美国考量的重点 美国考量的重点是战略的问题 所以说他如果不断的施压 然后软硬接来的话 到最后台积电是不是会驱从 这也是另外一件 我刚才讲的那几个理由 就是最后一个资本支出的规模的考量 应该已经没有办法 你讲的都是从商业角度思考的理由 但是问题是美国要求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不是从商业角度来思考 它是从战略 从美中的博弈这个角度来思考 我觉得对美国更好的考量应该是强化 强化英特尔在晶圆代工制造的能力 对啊就是因为英特尔本身就是美国公司 然后他本来从设计制造到代工 他都可以做 那这个问题很大 万一万一美国说好台积电你不去 你不去美国设厂没关系 你就把你的技术授权给英特尔 不可能 我不是不可能 一般你记得Global Foundry的事情吗 台积电是把所有技术授权给Global Foundry 应该说就整个先进制程的部分 英特尔的技术跟台积电来讲 我们目前看起来英特尔还是领先台积电 其实在蛮多的制程中其实还是领先的 所以其实就技术来讲的话 应该台积电不太可能去授权给它 比它更先进的 那个就是另外一家业者 他就扶植Global Foundry 他不会去扶植英特尔 他应该扶植Global Foundry 我觉得这个其实从目前看起来 这个新闻的角度的背后 我自己的判断是比较不太容易 从各个草量 那美国最快的方式其实就是让英特尔去做 但是因为现在全世界在7奈米台积电的市占率 已经太高了 5奈米应该也会非常高 那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三星也要过去 那因为全世界现在目前有办法生产 5奈米以下只剩下台积电跟三星 晶圆代工 纯粹的晶圆代工厂 所以他很难去当市场这么集中 在这两家业者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没有什么筹码 因为这个筹码一打出来之后 其实美国企业伤的其实更重 所以我觉得川普不会做出这个部分 但是他可以禁止去销售 比如说去销售华为 去影响他的客户 就是台积电所跟中国之间的合作 去影响他们这些中国厂商 在他们不管在5G 在AI的进程 这个是有可能会去做的 台积电有可能会买单的 但是将生产基地移过去 其实目前来讲 我个人的判断是没有任何条件 真的完全没有任何 这个比Apple移回 移回美国生产更困难 我觉得更困难的程度是非常大 因为其实一个半导体的制程 他所需要的资金是非常的雄厚 为什么这几年金元代工 最后只走到只剩下三星跟台积电 是因为没有厂商可以玩得起这个游戏 背后所需要的资本 其实非常的庞大 所以我觉得这么庞大的资本 其实不是说动就动 所以我觉得iPhone可以移到美国去生产 iPhone可以移到印度去生产 这个应该移动的成本 可能转制的成本没有这么高 但是半导体要从台湾测出移到美国 我觉得困难度真的太高了 因为没有一个企业 全世界没有一个企业可以玩得起这种游戏 所以我觉得川普的想法 当然从他的战略的想法 但是从半导体的实际的运作来讲 应该不太容易出现这样的状态 好那股赛会继续谈吗 股价 股市不是我是说整个大盘会继续涨吗 目前看起来应该会 而且应该会以 目前的我自己的推测 大概是会以台股会往11997这边迈进 11997迈进 还有几个理由 回到1万2千 11997应该没有太大的意外 从几个面向来讲 第一个是 全球现在目前蛮强的是科技股 像纳斯达克其实上个礼拜五已经收在89 上个礼拜四已经收在8979 这个已经收复了2020年的所有的跌点了 因为2019年的12月31号 纳斯达克是收在8972 那其实上礼拜四 纳斯达克收在8979的时候已经正式的将2020年的所有跌点全部都收复回来 让2020年纳斯达克的报酬率由复翻证 那为什么纳斯达克对台股影响这么高呢 是因为我有统计 其实从2012年以来 其实美国的四大指数对台跟台股相关系数最高的 其实是纳斯达克 所谓的相关系数其实就是两者之间会呈现一步一趋的一个关系 那台股跟纳斯达克从2012年5月到2020的5月 两个相关系数是高达0.93 0.93这是非常高度的正相关 这种高度正相关甚至比台湾加全指数跟0050的相关系数还要高 大家觉得0050相纳于台股的走势 但是相关系数都没有台股跟纳斯达克这么高 所以其实当纳斯达克指数 它其实已经收复了 已经回到了2019年年底的收盘价之上之后 那台股如果没有太大意外 应该也会往那个方向走 那因为台股在去年年底的收盘价大概11997 所以其实以今天已经来到万一的情况之下 应该大概在1000点的空间应该都还有 再加上我们目前在观察整个台股呈现多头排列的加速 还在缓步的上升 已经上个礼拜的时候是 最低的时候是在4月的时候是来到47加 然后后来一周后上升到53加 再一周后回升到89加 上个礼拜一的时候上升到120加 那今天已经上升到140加 所以其实从这个多头排列加速开始 这个所谓的均线多头排列 包含的是月线季线半年线跟年线 但有越来越多家的股票 它能够呈现均线的多头排列 那就代表市场有越来越多的人 投资这些股票都在赚钱 那对于多头的维系是有非常强烈的帮助效果 好那至于说如果真的能往这个12000点靠拢的话 什么样的股票是我们现在还可以挖掘的呢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台湾新增了一例 是个新冠肺炎死亡的病例 这位死亡者只有40多岁 他跟他的妻子一起去美国探亲 结果他的太太4月11号出院 但是他的就是这位死亡者 在5月10号就病逝了 才40岁而且没有慢性病 也不是老人 那张上纯是说有两大原因 第一个包括失控的免疫反应 就是说所谓的细胞激素风暴 第二个呢 长期使用叶克膜并发症的增加 使得这位不幸的是台湾第七个走掉的 所以这个病还是得注意 就是说不要轻忽他的风险 另外美国现在目前白宫啊 哇真的是笼罩在确诊啊 这个跟感染的风险之中啊 很大的风险 因为白宫已经有好几个幕僚感染 包括最新的消息啊 连彭斯副总统的贴身幕僚都已经确诊啊 所以说彭斯现在目前自我隔离之中 然后那个福西博士也在自我隔离之中 所以华府啊 现在目前感染的风险非常的高啊 所以台湾到底能守到何时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美国现在啊 包括洛杉矶啊或是说纽约州啊 抽血检验那个抗体啊 大概都有两成的人有抗体 代表五分之一的人是有被感染 可能这个数字还被低估哦 那以后如果说一旦开放 外国人可以进来台湾的话 那你 慶容你会不会怕呢 你会不会觉得说二次风暴的可能呢 所以先前在讨论的时候 大家说台湾接下来的风险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防疫的太成功 太成功的情况之下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感染 那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感染 其实变成很多国人是本身不会有抗体的 但没有抗体的情况之下 这个疫情就只能用防堵的方式嘛 所以如果接下来如果我们打开国门的话 那个确实是台湾接下来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是说那我们想到先前那个英国首相强生 他不是有提出所谓的自然的 让所有人都得得这个的的病毒 然后自然有抗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其实 佛系防疫 对啊 其实他有他一定的道理 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一直围堵下去 那台湾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能够等到疫苗出现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嘛 所以在台湾本身没有办法 大规模的感染有产生大规模的抗体之外 那我们的防疫其实就会面临到下一个挑战 我觉得这是可能接下来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 那重新到回来 其实我刚才有提到说 其实台股这一波的上涨力道已经蛮强劲的 那除了均线的多头排列不断在增加之外 那我先前在四月份统计的时候 有个数字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就是我过我长期以来在找多台股有哪些股票已经跌了一段之后 开始企图打底 要讲打底 就是跌生的股票 大家都说不要乱接嘛 因为你有可能接到正在下坠的刀子 但是要接也是要等到掉到地板上 那你要怎么知道它能够掉到地板上 其实有一些可以辅助的工具 那我个人长期会使用所谓的月KD指标 使用月 一般来讲 其实KD有分为日跟周跟月 那月KD指标的话 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股价的一个技术分析的一个参考的东西 那它的计算的方式就是过去的九个月 这档股票的最高价跟最低价 然后所形成出来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数字的呈现 那过去如果它能够呈现月KD能够在20以下 个股如果月KD能够呈现20以下黄金交叉 大部分代表两个意涵 第一个意涵就是股价已经跌了一大段 这个所谓的一大段可能都是跌了四成五成六成这样子一大段 那第二个意涵 因为它能够呈现黄金交叉 所以代表这档股票它已经开始企图的足底 而且不再破底 所以它才能呈现黄金交叉 因为它如果持续破底 股价是没办法月KD黄金交叉 所以当出现了20以下黄金交叉的时候 就代表它已经不再破底了 而且开始企图的去足底 那我刚才讲的有意思的现象是四月份 孟晃哥你知道台股有多少档股票 月KD在20以下黄金交叉 四月 四月底就是我们现在才五月段 我是应该上个礼拜统计的 应该不到50档吧 对我原本的想法是没有这么多 但是最后统计的结果是200档 200档的股票 200档股票都在月KD20以下黄金交叉 就是代表台股 为什么我在看这波的行情的时候 在两三个礼拜前的时候 发现整个盘势就已经告诉我 整个台股确实要开始翻多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股票 它不但不破底 甚至它还开始打底 然后越来越多的股票 开始呈现多头排列的架势 所以破底的股票不破底 甚至开始跌升反弹 然后走多头的股票持续越来越多 那就是市场一个非常多头结构 一个非常良性的盘面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一波的行情会看得 目前看起来是相对较乐观 是我们从盘面有这样做这样的观察 那所以200档有出现月KD20以下死亡交叉 那我们在选择接下 黄金交叉 对200档在20以下出现黄金交叉 那我们在选择投资的标的的时候 我就会从这里面去选 因为毕竟我们都买股票要买低卖高 才能赚钱 那月KD能出现20以下 但他们都代表股价已经跌了一大段了 所以这个符合低的条件 那如果他又企图的足底成功 那接下来他的获利空间就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的投资人 在投资上有两种选择 要么就选择那种强势的股票 就是那种走多头牌的公司 创新高的 对这个可能有一波高档就顺势而为 那低档 如果是低档的股票 你就用价值型投资去思考 就是这家公司他的本身的获利怎么样 他本身的产业竞争力怎么样 那这个从高档顺势而为 低档价值型投资 去思考目前的一个投资的策略 那谈到了 那你可不可以各选几档股票给我们参考 比如说月KD在低档黄金交叉的 我觉得有几档标点 因为今天有谈到台积电 这也让我想到 大家知道台积电现在每100块的资本支出中 有不同的比例会分配在不同的领域中 那其中大概有85块都是集中在半导体的前 就是台积电在100块的资本支出中 大概有85块是集中在半导体设备的前段制程 半导体还有分为前段制程跟后段制程 那其实换言之 其实台积电最大资本支出的来源 是在半导体的前段制程 那台积电的前段制程中 其实半导体前段制程中 台湾只有两个东西可以自己做 只有办法自己国产 一个就是离子直路机 一个叫做减速的设备 那很巧 这两家其实都是 以前有一家公司叫汉民科技 他们转投资了两家公司 一家叫汉维科技 他们也曾经成为台股的股后 那时候股价后来在1410元的时候 被艾斯姆尔买走 那另外一个汉民科技 他们还转投资了一家公司 叫汉城科技 他们就做这个离子直路机 这个算是台湾少数 其实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一个半导体 前段制程的设备 那我觉得这家公司 所谓的离子直路机就是 当我们在用一些能量去直路晶片的时候 比如说能量可能是要1万瓦特 但是因为如果用1万瓦特直路到晶片 那个对晶片来讲 那个热量能量太高会烧掉 所以他必须得经过减速的一个效果 那他打到晶片上的时候 可能只剩500伏特 从1万伏特降到500伏特 那如果台厂的能力是他可以做到差距只差0.05% 这个比国外的竞争对手1% 其实还有蛮大的优先的一种竞争优势 那这种准确度可以去提高产品的良率 也可以降低产品漏电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觉得这个离子直路机 是我认为未来一个蛮在台厂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半导体设备的这个产品 那汉刚才有提到 台湾能够打入到半导体前段 半导体设备的前段制程真的非常少 只有两项产品 那一个产品已经被艾斯莫买走了 所以已经没得选了 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离子直路机 离子直路机现在目前的这个汉城科技 它在国内的市占率是8成以上 那国内市占率8成 大概全球市占率也很高 因为台积电在背后support 那但是这家公司现在目前没有在上市柜挂牌 它是在新柜挂牌 但是它的供应商有在上市柜 在台股中挂牌 那有另外一个叫祥明 8091的祥明 8091的祥明 它的月KD最近就在4月份的时候出现了黄金交叉 那时候股价是从138元跌到这五十几块 对啊 然后而且这家企业很厉害 这也太夸张了 跌的剩下差不多三分之一 对啊 然后最近出现黄金交叉 而且这家企业已经连续20年都能配发出股利 那累积的股利已经来到66块 为什么股价会摔成这个样子 业绩它整个转换制程的过程中 业绩有出现那个lag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家公司长期稳定获利 然后而且月KD出现了黄金交叉 就值得大家可以去追踪 加上有台积电背后的价值 好的 非常谢谢孙心雄总监 嗯